那我们的首相慕尤丁曾经就说 沙巴成绩将会是全国大选的风向标 所以这一次意外的获得胜利 你们认为了 就是两位时评员认为 这个全国大选会在什么时候举行呢 志峰 现在假定说这个国盟真的胜的话 然后在州内阁能够快速的组成 然后哈吉吉就是土短党的沙巴州主席 成为首席部长的话 那么很快的我们应该会迎来这个大选 那么在大选之前 当然国盟就是目标定 他还有一些内部的问题 他要先解决 但是至少他放下了心头大师 就是他的沙巴能够让他挺直腰 然后更有底气的面对巫统 面对国阵 所以这是第一点 当然除了这个沙巴因素之外 还有其他的西马联邦的课题 比如说他跟这个巫统 他跟伊党之间的关系 议席的分配 不过至少他已经解决了 大部分的这个课题 他解决了大部分的课题 对于这个安华来说 他现在处境又是如何呢 因为前几天他才说 他掌握了多数议员的支持 而且是能够组成一个非常巩固的政府 这个多数议员的支持 会随着今天晚上的成绩而出现变化 这是可以肯定的这么说了 那么这个变数如果一天 每一天都出现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是往下 不是往上的话 那么安华要组织新政府变天的这个底气将会越来越弱 所以这个成绩呢 其实不仅仅对民进党是一个冲击 对安华本身也是一个冲击 所以其实我们之前都看到呢 沙蒙呢都一直在搞内讧 可是呢 他们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呢 最后都能够取得胜利 我们是说基于这个非官方的成绩啦 那是否代表着他们在全国的胜算会更大呢 孝宜 我个人认为他胜算的话就是让 像志峰讲的让慕尤丁更有底气 可是我们再看一下沙巴的那个政治版图 这一次相较于那个沙菲伊的话 他输掉了就是因为那个本土的因素 再加上沙巴他有本土的那个 所谓的就是卡图姆这一组来左右整个这个沙蒙的成绩 如果以这一个的成绩来对比这里 希马的话 希马就是没有这个卡图姆的这个因素 所以他真的是可能会要真的是设想想说 可不可以真的是做一个指标性的对待这样子来看 因为沙巴的政治板块跟希马的真是完全是不一样 这加上可能大家也忘了 这个土团党就哈吉吉的这一派 包括这个沙菲伊 其实他们在2018之前 他们还是属于沙巴武统的一份子 所以他们拿的可说的是拿下的是这个武统的这个光彩 然后分去那个土团的 所以他就有一票的人物跟着他们一起过档 所以这一方面这样子来看的话 又好像好像又比较 如果拿这个因素放回来希马这里看的话 又觉得讲说好像比较利于武统的感觉这样子 我还记得就是蓝志峰曾经说过 在这个沙盟里头各个政党都各自怀着鬼胎 各怀鬼胎嘛 就担心说其实他们也很脆弱 如果现在真的是组成了这个州政府之后呢 这个政府的结构会不会也一样脆弱呢 最关键的就是他州内阁是如何去排阵 那么这个排阵是不是反映出各党在州选所赢得的这个协会 如果不是反映出州选的成绩就是说 小党获得更多资源的话呢 那么他情况的将会是不成我们联邦的这个州 我们联邦的那个内阁的情况就是小党获得更多资源的话 那么这个政权是不稳定的 如果要让沙巴州政权变得稳定的话呢 那么他州内阁首长组阁的时候 他必须要根据个别成员党在州选里面所获得的这个议席来分配 那么如果没有根据的话呢 他会有很多的这个内斗跟内好 那么再加上他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不成的那只手 那不成的那只手有两只手 一只手是巫童的手 另外一只手是这个土团党的手 他们都会想要在沙巴州的这个政局或者是政府当中发挥一些影响力 所以沙巴坦白讲说 沙巴的政治领袖其实是不容易做的 因为他要应付本土的这个高涨的本土 同时呢也要想办法如何去拒绝或者是如何去处理他们跟联邦的之间的这个关系 所以确实不容易 我们再来根据这个最新的非正式成绩呢 明星党书立主席达勒雷金呢 他是顺利的攻下摩约这个州席 这是他第一次来竞选州议席的 还有另一方面呢 明星党的青年团团长王洪俊呢 也是成功的守住他原来的那个单荣亚路的议席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成绩 夏宇你是怎么看呢 在那个摩约的那一区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还蛮担心的 因为在我这边当心想说这一次泛民兴党会不会拿下这一区 因为之前有一些所谓的水坝的课题啊 然后包括一些他们在那边的那个非穆斯林土著就一直在觉得讲说 因为这个泛民兴党之前就是在2018之前 就他们竞选宣言里面讲说是要这个杜绝这个 就不会做一些不会破坏所谓的那个大自然 好像水坝是一个蛮耗力的一个就是地区那个工程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他有一些优转的政策讲说要在这一个选区上面 这个所谓的开断水坝就在重建 可是命运为爸爸水坝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就变大心想说 那边的村民会不会真的是弃投呢这样子 可是看层起下来好像还是不会这样子 他们还是依然的就是把这个投票投给这个Darren Ranking 看来Darren Ranking在卡图姆的心中还是有一定的分量的 就不会因为这些所谓的一些扭转政策而失去大家对他的一些支持这样子 那这方面志峰是不是要补充呢 没有太大的这个补充 他定身为YB之后呢他会成为各方争夺的或者争取的一个对象 那么这也表示出其实Bandika Army呢他在他那一个胜处的这个选区呢 其实是有个人的影响力跟号召力 那么这一号人物呢很可能他会在接下来沙巴州的这个政治版图当中呢 他会重新回来 因为过去呢他并不属于主流 那么现在他赢的州议席之后呢情况就不同了 那另外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华人选区 这个火箭呢攻打的这几个州议席呢 只有一个是没有办法成功的 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投票的趋势 是不是又看到两极化了呢 就是华人就投给这个火箭这方面呢 我觉得说这一次沙巴州选 华人行动党的六支火箭都成功升空 它是延续了505 509的那一股趋势 而这股趋势呢是在选前的时候 很多人都已经大概是预算到预测到说 他会有这一股的这个成绩 而且他的成绩呢也没有让太多人感到意外 虽然之前呢可能有一些担心说 比如说一些特定的选区 一些地方性的因素可能会拉低投票率 或者是让火箭的议员 火箭的候选人低空飞过 但是整体六支深空的火箭 他们赢得的这个多数票 其实跟上一次两年前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么这也显示出华人还是倾向于行动党 或者是倾向于这个泛民性党的这个联盟 那么对于土著不管是非穆斯林土著 还是穆斯林土著 这一股华人的这个投票倾向呢 其实是有一点落差的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马上再为你跟进呢 选举委会持续更新的各阵营势力分布图 那么截至刚刚11点20分的官方成绩 泛民心党呢是拿到了25席的 也就是说用民心党旗帜 上阵的候选人呢 赢得了23席 那么公正党和民同党呢是各有一席 至于沙巴人民联盟呢则是24席 也就是国盟分别是13席 国阵6席沙巴团结党5席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独立人士斩获了2席 我们在进一段资讯稍后来呢 继续跟你跟进沙巴周选的最近成绩 我们下期再见